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吳东是课程设计 学习健康知识 这是全建会主办的好健康小学堂活动 今年跨出都会区 前进新北市基隆市小学提供优质课程 让我们未来的国民健康教育 小学堂教育 可以像我们合并助手一样 从台湾北部到台湾各地 桃园 基隆 南部 东部贯穿中央沙漠 打通正都两梦 南部跳过泽水溪 打到蔡总统的家里 恒春半岛 让我们这个小学堂 可以全国辩地开花 我们不能够把教育 只有留在台北市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社会爱心的力量 让他传递到台湾各个偏乡角落 所以第一号感谢丘副市长 让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让我们的合运的同仁可以绝证这样的爱心 带着基隆的小朋友可以实体到基金会来 那见证我们国人的这个费力组织 带给社会健康的这个知识 基隆肥胖小肚的比例是16.33 在170年 比110年有稍微下降 但是在全国的比例还是高的 我们都知道肥胖跟脂肪是干系有关系的 那我很感激用这个方式 从小扎跟小孩子健康好 我们将来才会有潜入 才会有希望 我们2017年最早的伙伴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这里 然后我们有从第一年开始执行 这个好健康小肚胖 一直到现在 我们台北市一直都有机会参加 非常感谢 我们总共有超过2000以上 2000名以上的师生有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每个活动 回来我们都有看到回馈 我们的老师小朋友们 对于这样子非常非常有好玩 好玩的一些游戏体验 然后教很多深入前出的一些 我们的健康的观念 还有正确的饮食观念 其实这些对我们的小朋友 对我们老师都有好大好大的帮助 好 今天要特别感谢基金会 其实在去年 好 首先让我们新北市的两所学校 那其中一所是我们的偏腔学校 一所是我们所谓的非三非师的学校 让我们两所学校用线上的课程的方式 来参与我们的全民健康的小学堂 这样一个课程 那因为这个课程的设计非常的生动有趣 而且是有透过一些线上抢达的方式 所以其实学生给我们的反应都是 他们觉得透过这个课外的课程 让他们收获很多 而且尤其我们的老师们 他们其实很珍惜这样一个课堂外的教学资源 所以这边要特别代表市府 感谢基金会 还有所有提供爱心的伙伴们 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学资源 全建会今年也和汽车租赁企业合作 免费接送跨区国校来到全建会 实际参访与体验健康课程 充实健康势能与生活视野 课程里面通过五感 帮孩子操作 然后还有最近最流行的一些资讯教育 让孩子可以通过眼睛啊 还有操作手操作 然后触摸手感 然后去体验一下 未来这个健康教育 落实在自己生活的重要性 所以说各位 感谢各位心甘我们的宝贝 让各位小朋友都有好心甘 然后落实在自己生活中 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 是他们可以把这些好的观念 带给家人 然后可以一起拥有健康的国民 跟健康的家庭 我们在推动健康的议题方面 我们学校有分组 我们每个学校都有分组 加入这个健康处境的议题 那我们学校是做健康体位 所以我们从饮食啊 睡眠啊 运动啊 这个方面来照顾小朋友 那我们今年非常开心 有这个基金会的这样子的资源能够 能够益住 那这些资源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健康市的小朋友更健康 我们更有活力 那代表学校单位呢 非常感谢这些资源 各位相信人士的支持 健康啊 其实啊 其实跟年龄性别 颜色啊 或者说地域啊 区域啊 城乡都没有关系 每一个啊 人每一个啊 城乡啊 每一个啊 那个 现实啊 城乡症啊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员 一个工作 所以呢 那在这里面当然 可有助生啊 算第一家啊 来支持这样子一个活动的一个企业啊 那我们也希望说 刚才许教授讲的 我们希望就是说 能够再扩展 从我们是原来的台北市 然后到 进上半年新北市 然后在下半年 会加入 这个基督市这样子 这个啊 这样子 能够把这个啊 范围啊 慢慢的破 越来越大 好健康小学堂 自2017年开始推广 创新活泼的健康课程内容 荣获台湾永续行动奖 和亚太区永续行动奖 双料同奖殊荣 在学童建立健康观念的关键阶段 传递正确的健康知识 达到全民健康目标 个案青少女就诊时 致数无感冒症状 体温正常 但今医师问诊发现 最近不时会觉得头晕疲倦 还因为起床的时候跌倒 去照过X光片 身体检查发现 患者脸色苍白 结膜较无血色 头发干燥且略微稀疏 临床上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严重时甚至会有心薄过速 和心脏衰竭的表现不容忽视 那他也自己觉得说 最近他掉发的情形又比较明显 那我们临床上是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所以就帮他安排抽血检查 那抽血的结果就是发现说 他的血色素就是 确实是比较低下 而且他的轰血球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他就是小血球的贫血 那我们进一步就是 因为有怀疑是不是缺铁造成的 所以帮他验了铁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发现他确实是血清铁下降 全铁结果的能力上升 还有血清的铁蛋白也是下降的 那这些 这些那个检验结果呢 都是确定就是 他有一个缺铁性贫血的问题 那我们在卫教之后 就给他口服铁剂的治疗 那瓶血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 包含头晕疲倦 颜色苍板缺乏活力等 那他们也会 有这个运动不耐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运动的时候 比较容易呼吸急促 然后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 那比较严重的瓶血患者 甚至会有心脖过速 还有心脏衰竭的表现 那瓶血的治疗方面 就是因为瓶血的原因很多 最重要的是说 找出他造成他瓶血的原因 那瓶血针对这个原因治疗 才能够真的改善他瓶血的问题 那以我们这个患者的 缺铁性瓶血为例 那造成缺铁性瓶血的原因呢 大概有这些 那我们大约有2%的青春期少女呢 会因为青春期的生长 急速生长 还有他们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 而有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饮食中的铁色菌不足 肠胃道或是整体的其他部位有出血 那又或者是说他有铁质吸收不良 以及肠胃道的其他疾病 都有可能会造成他有缺铁性瓶血的问题 那缺铁性瓶血要怎么诊断呢 医师会根据病史询问理学检查 然后搭配我们抽血的结果 就可以确定诊断 那并且可以判断他的严重程度 那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缺铁性瓶血之前 就是说在补充铁剂之前呢 希望能够尽可能把缺铁的原因找出来 并且将它处理好 那举例来讲呢 就是像是如果是有潜在肠胃道出血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分辨的缺铁反应来做一个筛检 那如果说确定分辨缺铁反应为阳性 那可能就要查一查 它有没有像是比如说胃溃疡啊 或是痔疮等等 有肠胃道出血的一些可能 那针对一些像是 有在刻意做结石那些饮食控制的人 又或者是说比较不喜欢吃肉类 然后导致说他饮食中有可能 铁色血不足的人呢 我们就是可能要跟他进行胃教 帮他进行饮食调整 来改善铁色血不足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有一些月尽量 出血量比较大的女生呢 就是可能会建议他安排一些复刻检查 排除一些像是子宫肌油等等的 可能造成的原因 那把这些原因排除后 再补充铁剂 才能够真的改善患者的一个贫血的问题 贫血治疗最重要的是 找出造成贫血的原因 并且针对原因治疗 以缺铁性贫血为例 可能和少女青春期的急速生长 和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有关 其他包含饮食中铁色取不足 肠胃道或身体其他部位出血 铁质吸收不良 或其他肠胃道疾病 都是可能的原因 那缺铁性贫血的治疗 如果是没有其他特别原因的话 我们是以口服的铁剂为首选 那在补充几个月的铁剂之后呢 这些指数都可以慢慢回到正常 但是即使这些指数都回到正常了 还是要再补充铁剂大概两到三个月 才能够把身体铁的库存给补足 不会又再立刻又再面临到缺铁的问题 那口服铁剂可能的互良反应 包含了恶心腹痛 便秘等等的肠胃道症状 所以如果有发生这些情况呢 就是患者就是 就不要自行中断 要跟医师讨论一下 看有没有改药或是其他的方法 免得说他的缺铁性冰血 有持续恶化 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那最后提醒大家 就是缺乏铁元素这个问题呢 如果对于发育中的婴儿跟青少年呢 其实是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的 那我们针对一些铁 日常生活中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会建议他们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的食物 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以补充生活中的铁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你在生活上发现 说你的小朋友或是朋友 亲人的小孩 有那种疑似凭血的症状的话 那我们就是建议 尽早评估 就医 然后以免延误他们的治疗 缺铁对于还在发育中的婴儿和青少年 也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 医事建议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食物 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来增加日常生活铁的补充 如有出现疑似凭血症状的患者 尽早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现代人压力大 容易让精神疾病找上门 加上社会上仍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让患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其实借由职能治疗师 社工 护理师及心理师等专业照护 可以协助症状稳定的病友 增进独立生活功能 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 进而在社区中自力生活 我们为了让这些精神病友 能够及早进入社会 社区生活自力自主的情况之下 除了家属以及同侪的协助之外 其实我们有设置精神附建机构 精神附建机构在社区中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能够协助他们 病友们在不管是生活功能 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的部分的重建 有很大的一些陪伴以及协助 因为在精神附建机构里面 其实都聘有一些职能治疗师 心理师、护理师以及社工 透过这些专业的人员 协助他们在不管是能力 以及自信心的建立上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的工作坊主要是给予一些 可能我们觉得有一些 附建潜能的慢性精神的病友 那可以来这边做一些 日常生活的安排 或者是职能治疗 那我们也要透过不一样的专业 比如说像护理师 然后临床心理师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 比较专业的人员、专管人员 那我们会协助一些 慢性的精神病友 协助他们走在护员的这条路上 那我们同时也会 我们长期以来也有跟卫生局有做一些合作 那我们也会带领学员们去参加一些运动会 比如说青鸟杯、凤凰杯 甚至说有一些康复自由的协会 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参加 让学员可以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一下社会 那让他可以在旁回社区的路上中 发现手头不是只有他自己要护员 其实有很多人帮助他这样子 联合医院新湖职能工作方 主要服务对象是精神疾病患者 学员郑先生19岁那年 罹患精神疾病 放弃了原本的人生目标 7年前进到新湖方 在复健治疗中接触琉璃化 对艺术产生兴趣 病情也获得改善 19岁的时候因为禽过不了那个禽关 然后罹患了精神疾病 然后因为那时候服药 在那个副作用很强大的状况下 在22岁完成了113公里的人田三项 半成田三项以后就放弃了那个动向 然后其实精神疾病 其实是我们早工做一个难以其次的问题这样 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由于服药的副作用 就身材常常走样 然后眼神呆滞 然后缓慢的思考 就这样子在黑暗中度过了大概10年 中间也反反瀑布经历了大概六七次的住院这样 然后直到2015年就是大概七八年前 那时候就是在回诊的路上遇到就是当时一起住院的病流 他父母要带他参观新名不知能工作坊 那时候就碰巧遇到我 然后就介绍我一起过来这样 那时候就是我榴梨化是由林国勋老师指导 他是有跟我分享一句话就是 如果找到生活的重心生命会很不一样 对然后其实也就找不到一个生活的重心 然后其实在生命中因为迷惘 因为在生病的当下都是六神无主的状态 其实也经历很多种信仰 但是我后来发觉每种信仰都很美好 都是生命中的养分 就是榴梨化是一个复健活动 是由林国勋老师指导 是由回收的玻璃品打磨染色而成 然后我先分享这一幅画好了 这幅画就是暗夜幻术师 其实我在这个复健历程感受到就是说 其实回忆就是一开始是有情感受 后来我发觉就是其实只要那个思念的心没有断线的话 其实这个思念这个爱就会一直延续 然后在此有个理念想要分享就是 过去是由过去的过去所形成 已经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的行为在未来讲是回忆对不对 所以从现在开始制造美好的回忆吧 在未来不经意的想起现在满是美好 而且回忆不只能回忆一次可以回忆 回忆无数次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永恒 然后这幅画就是我在第一次参加凤凰杯运动会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在复健的地层上就是一个人是孤独的人 但是我很有荣幸加入了心无法这个大家庭 因为大家一起鼓励就不像就不再感到孤独 然后也因为那个复原的那个福建的运动会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生命有一个就是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预赛的一百公尺的那个预赛中 就是忽然想起为我加油的欢呼声这样 那时候我感到就是说这生命活得很值得 就是感觉有活过 就是也希望能借由政府画作来将这个感觉分享给大家 卫生局呼吁慢性精神病友 除了亲友及同侪的关怀陪伴 也需要更完善的社区支持 期待社会更多的接纳包容与关怀 让患者迈向复原之路 国民健康署统计110年国人吸烟行为调查显示 家庭二手烟铺路率上升至28.9% 较109年的27.1%及107年的21.1%持续攀升 仍然成为威胁家人健康的一大警讯 因此推出限量巨烟类贴图 以逗趣可爱的风格传递巨烟理念 为了农年我们期待有更好的生育率 所以我们今年的特别在这个年末的时候 推出了一款的戒烟的这个贴图 就类贴图 都是为你好 都是为你的概念 那为什么我们要抢在这个过程里面 来跟各位来发布这个所谓的贴图 因为依照国民健康署的调查 我们的家庭二手烟的困惑率 从107年的21.1%到109年的27.1% 一直到111年的28.9% 他告诉我们家庭的二手烟的危害是逐年在上升 如果我们为了明年 我们想要有更好的一个下一代的话 所以国民健康署就要特别呼吁 去家庭二手烟疫情来防范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有重要 有三个重要的特殊 三加一的特殊族群 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小孩子 如果今天特别请幼儿子医师来的原因 就是如果小孩子 长期抗露在二手烟跟三手烟的危害之下 那么他得到的所谓的气喘 我们很多孩子有气喘 中耳炎的比率就会比较高 会更高于家里没有这些危害 那第二个家里特殊要保护的族群 就是明年如果有怀孕的孕妇的话 那他的流产以及出生的小孩的体重 比较轻的比率也非常的高 那一般来讲我们家里还有长辈 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或我们的成年人 如果长期抗露在二手烟跟三手烟的 这个情况之下呢 包括他的肺癌冠心症 以及他所谓的这个相关呼吸道的疾病呢 会比没有的人多的20到30% 小额科医师陈慕容 也趁着大家抢身龙宝宝之际 宣导二手烟对小孩有高度危害 可能会让幼儿有认知能力缺陷 影响肺部功能提高气喘发生率 甚至引发中耳炎 当年我还是个高中生 而且是个很乖的高中生 我们要去那个采买所谓的 人游会的礼物的时候 经过一条暗黑的小巷子 那小巷子里面就有几个看起来 就是在抽烟的不良少年 那看他看到我身上的制服 我经过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就是吸了一口烟 直直的朝着你吐了出去 你就会仿佛看到有一条很尖很尖很长的烟卷 就朝着你飘的过来 那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袋里面存留了很久 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说 如果是现在的我 我会不会上去猫他的两拳 那当年我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 但是当时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挑衅的感觉 但是一直到了这几年 我上了医学系 一直到我当了医师 我才发现说 这不只是一个很挑衅的感觉 还是一个害人命的动作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二手烟 吸到自己的肺部 那个真的叫做一手烟 你自己吸到自己的肺部 那你点了这支烟 这支烟上面的烟物 让别人吸到 这个叫二手烟 那不是只有这支烟上面的烟物 你吐出来的烟 让别人吸到 这个也叫二手烟 那三手烟呢 就是当我把烟洗掉了 我的呼吸也没有呼吸出任何的烟物的时候 结果它残留在空气中的烟物 这个叫做三手烟 所以大家就很清楚的明白 一手烟就是自己洗 二手烟就是别人洗 三手烟就是洗掉了烟之后 在环境中还吸得到的烟物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到 二手烟其实是环境中真的最广为 这个分布散布的污染物质 三手烟在环境中 沙发 窗帘 单床罩 甚至于说皮肤毛发上面的存留物质 可以存留到时间很久很久以上 那我自己是个额科医师 我们以往老生常谈总是说吸烟会导致肺癌 甚至说这些二手烟的危害呢 可以影响到冠心病 影响到中风 影响到肺癌 都高达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以上的比例 那个是大人我们老生常谈的 但是在小孩子身上 如果小孩子吸到二手烟 三手烟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第一个呼吸进去 最重要的就是气管影响 所以孩子气喘的比例就是大幅增加 所以各位想想看 为什么人家孩子感冒就是咳嗽而已 我们的孩子吸到二手烟之后呢 他感冒的时候 他会呼吸时候会 每次做完这个动作 我都要清喉咙清一下 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很伤害呼吸 因为你的气管整个紧绷了 吸气吸了进去 吐气吐不出来 所以这个他会影响到气喘的病例 再来呢 我们去给医生检查 医生老师说 你的耳朵中耳发炎了啦 中耳发炎 他们去统计了一些研究 其中一个家中有人抽烟 也是影响到孩子中耳发炎几率 比率增加的因素 抽烟不仅对个人健康有危害 对家中老人孕妇也有影响 国建树与医师建议民众戒烟 保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更图四个漫画影片 用来引导学生破解烟品 与电子烟的迷思及各种行销伎俩 了解烟品对身体的危害而勇敢聚烟 这是国建树西手专家学者合作 编制的国小高年级学生烟害防治教材教学包 培养学童具备烟害防治知识能力与态度 我们建树署以及教育部的国教署 就是要即将在全省的各个国小 来对于高年级的学生 启动一个烟害防治的教学 大家知道对于青少年的保护 是我们烟害防治最重要的工作 可是近年来呢 我们的烟商 就用同种行销的手法 以青少年为烟焦 希望在他们全身的早期 就开始兼顾各类的烟品 或者是烟烟品 因此对于青少年 他们在烟害防治智能的提升 以及他举烟能力的加强 都会是本署及教育部共同努力的目标 但我们在过去已经针对了高中生 以及博中生研发了各种的教学的教材 那现在在今年开始 我们就委托了国内著名的出版社 就是久乐文创 以及教育部所推荐的专家们组成了团队 那共同研发出这一本是针对国小高年级的一个教学方 一本教师手册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烟害教育的向下打针 能够让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公能够更有能力 在他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来拒绝烟害对于健康的危害 在教育的路程上 吴万福老师带着学生 从认知情义技能 这三个方面来发展 从认知的基因到愿意 或使用愿意 往到确不确的能够实践 或使用愿意 这个都是我们教育或是需要 影视努力的目标 这是第二届 也要跟各位做了 那今天非常高兴 这个我们国庆署跟我们的 体建部长官发展成这样一个教材 教案教法 然后让我们的学生 能够在认知情义技能方面 能够落实 然后把这个居烟 包括电子烟的所有的居烟常识 原地居烟 落实居烟 第一个单元 会从传统的烟品介绍起 那它的一个对我们身体的危害 以及我们怎样来了解这些 从传统烟品到金星烟品 或者是类烟品等等这些 再第二个单元 那第三个单元 刚刚我们足迷有提到 我们怎样来迎面 这些烟商 他们要促销的这些的技巧 那我们在第三单元 就教老孩子批判思考的 这样的一个步骤 以及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第四个单元 就是技术的技巧 怎样在同侪或者是相关的其他人 在提供烟品的时候 我如何来拒绝 那第五单元 就进而能够影响自己的家人 在家庭里面 针对有吸烟习惯的家人 倡议 怎么样来聚烟 提供相关聚烟的资讯 大多数吸烟者是从儿童或青少年 开始接触 并未意识到吸烟的风险 和尼古丁的诚意性 教材透过生动的影片 趣味设计 引领学子 认识传统烟品 对吸烟者自身及他人的危害 拥有批判性思考 察觉 并展现自我肯定的拒绝态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最大的